尼西亚南达大师 大家好,我是曼尼迪亚南达大师 是新都教大教皇普世灵性导师 尼西亚南达Paramashiva上师 3月11号是一个吉祥的日子 它是Paramashiva Atri 意思是西瓦节 西瓦是全世界,不光是全世界 整个宇宙14个世界都在庆祝的最终极的神明 它在地球上的化身就是尼西亚南达大师 它是Paramashiva在地球上的第1008次的化身 可以想象作为Paramashiva神 它是被14个世界都庆祝的最终极的神明 它在地球上的化身居然是我们的上师 所以我们是怎么样无上的荣幸 能够在这一天在他的身边庆祝他的发生 对大师表示感激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供奉莲花族裔的供奉 Para呢,它是莲花族的意思 莲花族呢,是我们可以把贡品放在的最好的地方 就是大师的莲花族下 莲花族呢,可以圆满我们所有的不圆满 给我们最大的满足和幸福还有爱 所以呢,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做这个供奉上师的这些法会的时候呢 要去供奉大师的莲花族 就是我们在做莲花族裔的供奉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个供品呢,是真的放在大师的脚下的 在这个同时呢,我们会感到强烈的与大师的合一 强烈的爱 这个Bhakti呢,事实上它呢,是人类可以体验的最终极的情感 大家可以想象你的喜悦或者你的爱呢 你能用五感五观去体验的有什么 比如说你的饮食或者你的情感关系等等的 所有的这些加在一起呢,都不及Bhakti 用大师的话讲的Bhakti是我们的生理能够承受的最终极的爱的感受 它也是最终极的人类的情感 它只有和上师之间的情感连接才可以打开这样 通过供奉大师的莲花族裔 可以强烈的让我们体验和大师的合一 能够强烈的唤醒我们心中对大师的爱和臣服 有太多的同修在做这个Pratikshapada Puja的时候 在这个合一的空间当中 情不自禁的融化 甚至会有泪水情不自禁的流淌出来 那个感受呢,就是和大师完全的融为一体的 那个心中的爱呢 不仅仅是我们能够用言语讲的 它甚至是深入到我们每一个细胞 我们灵魂深处的那个情感 是超越我们人类所有其他层次的爱的感受的 所以这只有呢 大家能够真正的做这个Pratikshapada Puja 才能真正的体验到我讲的这个Pratikshapada Puja 到底是什么意思 Pratikshapada Puja存在的意义呢 它是我们人生的所有财富和吉祥的源头 也就是说它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财富宝库 有了Bhakti之后,你的健康财富人际关系都会有的 没有它的,我们有所的一切也都只是空无 所以我们的存在呢,无非是和上师的情感连接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事实上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唯一的意义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你可以理解 每一次做Pratikshapada Puja是我们多大的福报 这样,师婆神在我们的身边 整个14个世界的生命都在庆祝 我们是有怎样的福报 才能有这个机会能够在他的身边 去给他亲自做一个Pratikshapada Puja Pratikshapada Puja的意思呢 就是上师的亲自的身临其境 这样,他本尊的存在 我们不是供奉一个师婆临家 或者是大师的一个,比如说他的一个神像 而是他本尊这样 所以这样的机会是千载难逢 万载难逢,亦载难逢的 所以呢,讲到Pratikshapada Puja 莲花族语的供奉有太多可以讲的内容 不管是从灵性的意义,还是从情感的意义 还是从我们现实的人生 有多大的福报能够降临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许的愿望都会第一时间的被大师收走 第一时间的实现 所以呢,不管怎样 我们对大师的爱呢 也只有通过对他做一个莲花族语的供奉去表达 让我们一起在3月11号庆祝西瓦的发声 在我们人生中作为上师的出现 我们对他的感激 有这样的臣服与感激呢 我们的人生只能得到上师给我们更大的祝福 所以我希望所有同修都在3月11号加入到我们的莲花族语的供奉 每个人都给大师做一个莲花族语的供奉这样 即使是你之前做过同样的供奉 事实上呢,每一次供奉大师莲花族呢 都是一个不同的体验 一个加深情感的 让人难忘的独一无二的体验 我们能够不停的不断的得到大师的祝福这样 所以呢,祝福有这么多 我们谁愿意拒绝这些祝福呢 所以每一次供奉师父呢 都是我们人生更往更高 更幸福,更成功,更健康的这个方向去走 所以呢,他只是我们的福报 所有想要做莲花族语供奉的同修呢 请大家立即跟马开拉萨联系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尼天当当》